Deytona是劳力士里面的宝质王 甚至是整个万表界里面 溢价最高的头几位 劳力士是不是可以加大产量来割韭菜呢?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STOP 前阵子让大家投票看看 说下个题材想看怎么样了 结果很多人都想看Deytona和DD是怎样选择的 上星期美联储的鲍威尔已经宣布停止加息 这个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刺激整体的经济 相信这期的soft landing 软着陆是十分成功的 也就意味着2024年的手表行情 应该是慢慢回升 记得回升不等于说是做火站的上升 疫情期间的那种风涨 在2024年大概率是应该不会发生的 当然了,我没有水晶球 这个也不是一个投资的建议 所以大家听听看就好了 毕竟以前也发生过 降息反而引发的美股崩盘的一个现象 好了,在今天这个影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东西上指头,点个赞 打开订阅和小铃铛 帮助一下这个频道的发展 也让YouTube的这个演算法 能分享到给更多的朋友 那我在这边请谢谢正在观看的你了 今天的话要讨论就以我手上的 这两只手表为例 作为一个展开的讨论 到底怎样选择这两款 劳力士的一个旗舰款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选择方向 并不单纯陷积于这两款手表 或者是这两款的型号 哪怕是Daytona和Dayday的新的一款 也是可以同样的参考 另外想跟大家说一下 劳力士目前的价钱已经是数够低的 如果想要在年底 入手一只手表给自己的话呢 在热门品牌当中 目前我只会选择劳力士跟PP API比VC僵尸单顿我都不推荐的 价格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还能再跌一跌 另外劳力士刚刚被罚了 将近是一个亿的美元的罚款 在2024年的涨价看来是势债必行啊 一文一武的旗舰型劳力士 很多人也听过 Daytona是劳力士里面的保值王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万表界里面 议价最高的头几位 所以很多人都错误的认为 Daytona就是劳力士旗舰款 其实劳力士最顶级的型号就是Dayday 坊间称之为总统表 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开这个影片的上方 去观看一下我对这支手表的一个评价 那至于Daytona的四位数字 比方说是6263等等的Vintage款 的旧款 就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 我们要讨论的是16520 116520 116500 甚至是最新款的126500等等 我自己心目当中啊 最值得入手的 其实刚好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支116520 第一它价钱已经回落到一个合理的价位 也就是说在这几代里面是最便宜的 第二这支手表是劳力士历史上面自行研发的第一款自动计时码表 也用他们自家研发的支芯4130 很多人都在说16520的收成价值更高 因为劳力士绝少用别人家的机芯 而16520用的是Syniv的Alpamero的一个机芯 但我觉得啊 既然已经被炒上去的东西 除非你个人是有很大的喜爱 非买不可的一个理由 不然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追高 所以相对的情况下 116520是更值得去拥有的 第三是表带的用料更耐用了 很多人都会针对Vintage的款色 存在一个又爱又恨的一个情感 是因为旧款的表带是空心的 最早期的时候他们是用一些铁片对折 所以做工的确是没有现代款的来的更扎实 由于旧款的表带都是空心的 戴久了很容易变形 116520刚好就是转用了10新的表带 更能保证出表带的一个耐用程度 所以我会首推116520 之后就是刚停产不久的116500 然后就是16520 最后才是到最新款的126500 把126500排在最后的原因 只是单纯是因为它是新款 刚出炒价虚伪太高 多等一段时间的话呢 价格会渐渐回落到一个大众 或者大部分用家能认同的一个合理水平 等到价钱回到合理水平 最新版的白色Detoner 也将会是我下一只想要入手的手表 因为陶瓷外圈 外包住的那个金属外圈 跟那个蜜眼熊猫 这个外号对我是很对胃口的 所以如果有在看16520的那个小的substyle 那个小圈 其实也是一样很又细的 所以我会觉得用一个旧式的设计 通过表带表可的一个用料 跟做工的一个改善 来增加那个现代的感觉 至于day date 如果只买新表的朋友的话 直接冲新表就好了 因为劳力士的AD 现在如果你要去排day date 都是亏钱的表款来的 所以你只要留名字去排 基本的黄金款你都是能排得到的 今天集中讨论的会在1803 18038 18248 118238等等的停产表款 这些表款在外形上面的改动不大 但是价格并没有好像新款的那么贵 我觉得如果你从来没有入手过金表的款色 不应该一开始花太多钱去买一只新的手表 然后到手的时候你发现 跟平常生活搭配可能不好 卖掉又会处于一个亏钱的一个状态 反而入手一些旧款 1803啊18038等等的一些停产表款 在二手市场的价格波动并不大 当初疫情的时候冲上去的一批表款 现在已经回落了不少 但是这些金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当然了 现在这个市场的确是少了很多人去买手表 每个人都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 但这个道理就有点像是买房买股票一样 高的时候你不敢追 低的时候齐去观察 那什么时候才是所谓的perfect timing呢 当手上的纸币因为通胀而不断的被吸吸掉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买资产这个方式 前两年有不少的年轻人 会把球鞋当作成一个资产去炒卖 当时候我也参与其中 的确很容易赚钱 有不少的中学生啊大学生 压了不少钱进去炒 是因为当时候没有看清楚鞋子本质是炒限量版 而这个限量版是可以随时被人为控制而改变的 这样被操控的便宜资产 这会很容易被人家割韭菜 欢迎大家在下方的留言区说说你的看法 劳力士是不是可以加大产量来割韭菜呢 好了越扯越远 我们回到day date的这个话题上面 我会建议大家选状况好的黄金款的day date 面盘挑自己喜欢的好了 特别的面盘很贵 所以第一次的情况下 我都不建议买很特别的面盘 比方说买我手上这个白盘啊 或者是一些黑盘啊 对比度比较高的也会容易大众喜爱的 我会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一文一五的组合 是我目前想得到劳力士这个品牌里面最值得买入 在没有接触过day date的时候 我会认为水鬼加day tone 或水鬼加日志是最好的配搭 但是金表的手感带过了的确真的会改观很多 假如今天是你第一次要买的话 我当然会直接推荐你买day tone day date它只能是一个辅助和丰富你的收藏 而day tone是真正能做到多场合的应用 而不像金表的那样抢眼 当你佩戴day date的时候 要么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地 要么是一个很特别的节链日 或者是一个商业场合展示你的一个态度 所以day tone作为一次多用途的手表 我当然首推就着day tone 而不是day date 感谢看到最后的你 也希望今天这个影片能帮助到大家 哪怕只是说是一点点小启发 我都希望你能动个手 点个赞 打开订阅和小银铛 每个留言不管好还是坏 我都会看的 期待在下方的留言区跟你的互动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